今天带大家来看的是 Model Y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说 首先 整体是有一点像Model Y 你们觉得呢 它共有五种颜色选项 封闭式中瓦加圆轮车身 有效帮助降低风阻 前方有着 蜜蜜眼的热间行驶车灯 下方有着LED头灯 非常有未来感 而这里就因人而异啦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啦 贯穿是尾灯看显的是吧 那么就来个细长的LED尾灯 这名叫星河光剑 是不是有点像Starwall勒 诶 非常炫酷 网上辨识度也非常的高 嗯 就是有点像Prochet Cayenne 电动尾门少不了啦 微笑框间571L 还蛮大 放到后排座椅可达1374L 下方还有一个地下室给力 跟其他的EV一样 没有Spear DIA 车车可以看到是采用流背型车身设计 前方采用双叉臂 而后方采用的是五连杆悬挂 再来就是20寸轮圈 配上米其林DIA 打开着隐藏式门把手 可以看到是无边框车门 前方采用双层玻璃 而后方采用单片的 Nino类似非常极简非常干净 共有两种颜色选项 除了方向盘 几乎就没有看到什么实体按键 是因为它需要你使用语音控制 相对也比较安全 多色气氛氛围等 皮革方向盘 排挡杆在右后方 10.2寸全液精益标盘 14.96寸中央娱乐主机 支援无线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还有360摄像头满点侦测 5种驾驶模式 冷气含有PM2.5空气清新功能 各有18G音响 中控台的部分 有无线充电拔 两个杯架 中央扶手 空间很大很深 下方还有植物格 椅子的部分 采用电动调节皮革座椅 有通风加热记忆功能 除此之外 方向盘也有加热功能 开门不需要门把了 换成了这个按钮 来到后座 空间非常的大 头顶有全景天窗 中间有两个后排冷气出风口 下方有两个Type-C 第一台几乎是平的 后排扶手有两个杯架 来到动力方面有两个版本 都搭载 单电机 Railwheel drive 后轮驱动系统 最大马力282HP 最大扭力 1A440Nm 0-100最快6.2秒 最高时速200kmhz 最远续航570km 低配版435km 这辆车搭载87.5kW的电池组 至于充电的部分 AC charge慢充 支援11kW DC charge快充 10-80%只需要20分钟 还有V2L功能 最后最后 它共有两个版本 最低版本是165,820块的 而最高版本是185,820块的 你们有什么想法 下方你们可能知道 我是菊杰 这里是ChariCast 拜拜 拜拜 save more more save ChariCast Traditional engine k